吃了太多苦的孙大姐终于等到儿子独立的一天 如今孝顺的儿子已经回报给他衣食无忧的生活了 他才开始真正考虑给自己的晚年做个规划 对于再找老伴 孙大姐的要求再朴实不过 只要你人对我好 你人品好 别出外去花天酒 这种生活 你是正经过日的人 我都能接受 孙大姐就想找个人品好 能对他好的人 刘大哥正是一个踏实本分的人 红娘就带着孙大姐去见刘大哥 此时的刘大哥正在公园练功呢 哎呀 大哥 先别练 等一下 来给你介绍一下 刘中理刘大哥 孙桂英孙大姐 刘老师你好 你好 这个从个上长相都是满意 看着不是那么十分的可心 还勉强 可不可以继续再了解一下 要了解一下可以 如果了解一下吧 人品好的话吧 可以选择 初次见面 刘大哥对孙大姐十分满意 孙大姐呢 虽然感觉演员一般 但也愿意再继续了解一下 刘大哥赶紧抓住机会 要拿出绝活 教教孙大姐 好拉近一下两个人的距离 掌心相对 然后曲起 下蹲那道台 开始有球 你看我这慢动过啊 慢动过 慢动过 这样快做的话就摇起来了 大姐 谁跳舞都没问题 这是对颈椎 腰椎 肩周岩 这位这个腿椎 这位这个腿椎 我以然都挺有效的 他说手心手是相对的 然后就开始蹲着 蹲着 蹲着完了 合掌 合掌 批掌 收拳 啪 啪 哎呀 这就是武术了 啪 这进入武术了 这就是武术了 啪 就是这意思 哪样 孙大姐 觉得这老师教得好 强身健体 所以他这个 他学这一点我挺喜欢的 得到了孙大姐的肯定 刘大哥更高兴了 听说孙大姐爱唱爱跳 刘大哥又主动提出 要跟孙大姐一起来上一段 你挑着大岸 我牵着马 迎来日出送走外霞 他平衡堂壳 长大岛 东湖的街心又出发 又出发 赶紋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赶紋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来 喝得快 来 喝得快 路就在这边请坐啊 现在 移民 不庄 不庄 来了 一个 给